大家好我是我家何剑鹏来自TouchPate 我是EASTO社区的Maintainer 我主要是Policy and Telemetry这个Working Goods 今天我主要讲的就是围绕Telmetry 然后自从EASTO1.5之后 我们其实就发布了这个叫Telmetry VR 但是如左边所示 你可以看到一个我们 我把基本一些内容 但是说你在安装EASTO的时候 你会使用一个 像这种非常典型的EASTO Operator的资源来 让你启动EASTO 然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 第五行第六行就是你去定义 你怎么去设置你的XFlog 然后从第七行开始就是说 你怎么去设置你的Train 然后从第十六行开始就是 你怎么去设置我们的Matic 那这些东西从EASTO5开始到现在 都一直都是可用的 但是整个API会有一些问题 包括比如说我列举了这里 列举了一些比如说 我怎么进入更多的XFlog 现在我们看到说这个XFlog 可是打到STDout里面 然后是一个第一个房子串 比如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 改成一个Json的Face 是可以的 但是能不能 或者说我又可以有更多的 我可不可以通过把这个XFlog 通过一个GRVC进球 把它发到一个后端上去 比如说我可不可以 同时把它打在TDout里面 方便我去debug 但是同时我又把它通过GRVC 把它推到一个后端去 方便我去做一些分析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推到 像ElexH或者是Loki 这一项的后端传闻处 然后对于圈套来说 参与这边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我改了这个配置以后 比如说我把它从GP 到Walking或者是Debug 或者是其他的Provider之后 我都要去把我的POD给重新一下 这个换上去是有一点没有必要的 然后从大概1.13开始 一时候我们就应该出出了一个新的Proposal 就是我们叫做Alimit API 从左边看 Alimit API大概可以 像我屏幕上说 从左边比如说你主要去定一些Provider 然后像比如说像我的这个4D里面 你会看到就是我们有叫Avoy OTL ALS Avoy Acess Log Service 或者是说 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标准的 Ultimate Telemetry的博士把它处理 当然还有更多 这里我就是没有把这个 像原始的这些我们都支持 然后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些 Default的Provider 比如说像Explan Login 我这里就很明显给大家看到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通过一个GP请求 发到OpenTelemetry的Collector上去 或者是甚至其他的后端 你只要你支持这个协议 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GP的 Avoy的格式 把它细续的输出到 StdAlt里面去 方便那些Debug 我们的Platics 我们默认支持Providerment 修设格式 我们这里的设置是可以 把它通过OpenTelemetry的格式 输出到你的任何这个协议的后端上面去 同时我们就是通过Telemetry 去改变这个格式 你可以byNamespace 甚至是byMesh 甚至是byPod 去改变去使用 你这个 这种好久 有利于你的实在的分裂 比如说 下一个Provider 这些我们可能是给Mesh Avoy去用的 但是对于不同的应用的方案来说 我可能需要不同的 不同的 我可能使用不同的Provider 或者用不同的格式 去采取你的日子 采取你的tracing 比如说我这里给 右边给的那个例子 就是说 我在Mesh层面Mesh default 我的采样率是百分之百 但是对于一些高应用的人 对于QPS不高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 但是对于一些东西应用 它QPS太高 我现在只是想把它的圈议给关掉 但我就跟你说 我对于TotnameSpace下 通过这个APPDetails的选择这个东西 我去把它的 就是把它的那个tracing的上报 去给它关掉 它这里就是给了个简单的设理 就是你针对Access Log 针对Metric 你都可以做类似的事情 这样的话就是方便就是说 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Port 应用ByNames 你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像以前可能就是一刀切 你只有一个配置 然后给所有人都用 送这些 整个的一点就是 我们在Television设置的时候 就是说 所有东西都是动态 不需要你去重启任何东西 所有东西都是 动态的加载 动态的推送 当然可能会需要一点点时间 去处理这个XDS的工程 然后另外一点 我们在当时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对于Tracing 或者这个东西 会有很多不同的Provider 有些是来Zitkin 或者什么 比如说前面 你有Devlog 你有Devlog 你有通过的一些 都是一些开源项目 但是它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下游 它做了一些改动 或者一些更新 它可能没有那么迪迟的反应 到Eastot射出来 或者说它可能反应到了 Eastot射出来 到Eastot射这边 还需要一到两个版本 到这之后 这些breaking change 或者这些协议的改变 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可能 这种版本 或者之间出关的 有一些缺失 或者有一些不可用 然后可能的话 其实对我们很大的 我们的维度压力也是很大的 像通常我们会报告 有个用户说 我们某一个版本 某一个Provider 没用了 但我们也是一步一步 就去找它的sdk 找它的实现 然后去发现 到底是哪个版本出现的问题 这个对我们的维度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Opercent射是CNF 另外一个很受欢迎的项目 现在也可能是应该是top3吧 但是这就是一种套协议 所以说从各社区来说 我们现在是推荐 就算去使用OpenTelevision协议 然后包括未来就是说 你使用商户固定的协议 然后去把你的metric 你的access log 你的tracing 通过这种标准协议 或者是从AutoEAR Collector 然后你再通过一些 先出的receiver 然后再通过process去处理 最后再通过exporter 就把它送到其他的 像timeservice database 或者其他的参用的后端 或者是 无论和你想要的地方出处 然后在这里的话 我们的info的set卡 只是相当于做章图里面的 lts process那一段 比如说我们从Montail 我们会认为这样说 我们想要一个标准协议 会减少我们相对异地的维护压力 如果你们有 或者是有一些不满意 或者是有一些扩展点 我们也在基础的去 或者在MV社区去维护这些东西 比如说像最近我们对 我们就扩展了 像resource 你算是测测 包括sample 我们可以实现更多 更多的采样策略 这些东西 这就是我最后要给大家一些协议 就是说在info这边 我们未来会推荐你使用tendimetry API 加上OpenTendimetry协议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最主要的 应该方向 我们也相信这是一个很清楚的 一样的道路 这是一些reference 因为大家对于使用oven 或者一些TV圈 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在社区 或者是github上 或者slack上来找我 因为你可以知道到我 我应该可以帮忙提供一些帮助 好 谢谢大家